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要講的是現階段正在發展 而且將來大家也可以一起來參與的部分 好 就是我們的這些努力 我們希望可以變成讓全世界看到我們的 台灣的軟實力 而且 台灣在這樣的一個氣候變遷 全球暖化的這樣的一個威脅下 我們用一個友善環境的方式來守護我們的這塊土地 所做的努力的成果 我們希望讓全世界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在滿十年的這個過程裡頭 就是我們說步道運動2.0的同時 也是應援際會 我們受邀請能夠加入世界步道聯盟跟亞洲步道聯盟 也就是亞洲國家關注步道議題的這些民間組織所組織的聯盟 以及全世界的這樣的聯盟 我們都加入了 從2016年開始 這次就是我們在2018年去西班牙San Diego參加世界步道大會的那次的大合影 我們在哪裡啊 我們在這裡 一樣有千里的T恤吧 好 這邊 好 我們的人在這裡啦 來自世界各地 在疫情前真的是很歡樂 我們也期待疫情後大家又可以相聚就是了 好 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也很快要迎接國際的友人來到台灣 首先是世界步道聯盟 我們簡稱WTN 他是在2012年成立 但在2015年成為一個正式的組織 非EU組織 他的現在總部是在瑞士的日內瓦 那大家會想說那步道組織到底關心什麼 好 他分為 其實所有的步道組織都會做這幾件事 這跟千里步道在台灣所推動的工作 也有相盡之處 第一個 推崗步道 將步道的優點傳達給政府啊 地方啊或者使用者 保護步道 用一個永續的這個標準 用他的行動 用法令 用各種方法來守護步道 第二個就是傳承步道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淡南古道 這些步道的文化歷史 不管你用任何方法 用會議啊考察活動 募款出版 來延續步道的生命 那為了要達成這種國際間 透過步道來建立友誼 這也其實是一個 國際的民間社會的連結 因為政治總是太現實了 尤其台灣又面臨一個政治實體的問題 所以透過民間組織的交流 對我們來說是我們可以為台灣做的一份工作 所以我們也很積極透過友誼步道的串聯 來讓這個步道間的友誼結盟 一方面是增加台灣步道的能見度 也讓我們去向國外取經 也把我們的經驗向國外做輸出 像我們的手作步道就是 應該已經是 國際步道組織裡頭很特別的一個成果 所以明謙老師也曾經發表一篇以淡然 為主題的一個論文在國際期刊做發表 那世界步道聯盟呢 它其實都因為都是志工組織 雖然它有一個總部在瑞士日內瓦 那像現在疫情中 但每個月的 像是第一個禮拜四嗎 都會有一個線上的那個 我正在問我的同事 每個月的第一個禮拜四 會有一個線上的Trust Talk 就是步道的談話會 這個就是在線上做交流 然後每次會有一個主題 那有一次呢 我們就介紹我們自己在做的事 我們做了什麼事呢 我們就是做了步道的選書 怎麼樣透過網路 然後在疫情中還是可以 大家對步道更多認識 所以這裡頭八個活動小組 大家也可以想想看 如果大家參與步道運動 你會對哪個部分有興趣 譬如說辦研討會 步道的活動 研討會要践行 辦步道的資訊的分享 這可能是網路科技啊 這些網站的經營 辦步道的旅遊 如果國際間可以交流的時候可以做的 還有步道上的這個生物多樣性 跟保育議題的這些研究 還有步道的建設管理 守住步道就是其中的一種方式 還有步道跟都市的發展 剛講的步道不是只有在山上 所以在城市裡頭 譬如說2020年 2019年 我們去上一屆的亞洲步道大會 是在韓國的釜山 大家知道釜山是一個很現代的城市 一個靠海的城市 像很多韓劇有沒有 有些就在釜山 那他們的步道呢 全部都在都市裡 沿著海邊走啊 所以他們就會 或者這個都市裡頭的步道 他就會講都市跟城郊的步道 包括都市裡頭的人行路權 這跟媒體行銷有關係 跟文化有關係 所以他分為八個組 很有意思 所以步道不是只有 大家走路去流汗這件事 他跟很多很多層面都有關係 所以第一屆的世界步道大會 在韓國濟州島 因為他的發起 就是在韓國濟州島 在那麼一個小小的島 台灣五分之一的國土面積上 他作為一個發動全世界 步道團體的聯盟的一個基地 然後慢慢的呢 譬如說 到了第六屆在日本的鳥曲 第七屆在西班牙 第八屆在尼泊爾 不過尼泊爾已經 因為疫情的關係 已經要延到今年 今天最新的消息是10月5號 好像提前兩週 而且可能他會辦不成 因為 布丹啊 尼泊爾那裡的疫情 連到中國那邊 疫情比較嚴重 不像台灣 我們管理得很好 所以說不定 今年的疫情解封之後 所有人都要來台到台灣了 因為其他地方很危險 好 另外一個是亞洲步道聯盟 那當然顧名思義就是 是亞洲的國家的步道團體 好 那我們也是在2014年正式加入 同樣 他的目的也一樣 透過環保啊 步道調查啊 知識的共享 提高 步道提供的健康 社會福利跟生活品質 等等的內涵 好 那這個是會員國 好 台灣在這裡 台灣前女步道協會 好 去年 雖然疫情中 但是去年 不單也加入這個幸福的國度 他們也加入 所以 目前有這些14加7的 會員國家 會員組織 那 我們希望在 這樣的一個推動過程裡頭 除了張哲西路的民鳳古道 淡蘭 很成熟的淡蘭國家綠道 也可以向國際來 發出這個呼喚 來締結國際友誼報 所以 現在在淡蘭 北北基宜加水土林 總共8個單位 目前有提出4條 想要跟國際來接軌的 第一條就是 由基隆市政府提報的 南東峽谷的 南東舊道 然後是羅東林區管理處提的 跑馬古道 然後是東北角提的 潮嶺古道 以及 新北市的金字碑古道 大家都去過嗎 都去過 4條都去過舉手 有幾個 好 去了3條的呢 不錯 去了2條的 那你們就很了解這個 至少去過一條的舉手 好 看來都有 還沒去的人 要趕快找一條去 好 先從基隆開始好了 那這些 提出來的想要締結 國際友誼步道的條件 都是 比如說 他周邊是 有配套的交通 好 好 好 會有一個會師的隊伍 就是來到基隆 好 等一下 這個是整個大會的流程 就第一天會有年會 然後會迎賓完宴 然後會一整天的研討會 加半天的研討會 然後會在這裡發表台北宣言 好 來表達我們對於步道 綠道的這樣的一個主張 或者願景 下午就會進行台北的城市散步 因為外國朋友來嘛 就讓他們在 台北有一個台北城的介紹 最重要的重點就是徒步加年華 我們就會邀請大家來走淡蘭 目前的規劃是這樣 就是一條路線就是走喉洞 金字碑 雙溪 芙蓉 草嶺 草嶺 草嶺古道 一條就從暖暖 走暖東峽谷到十分 芙蓉到草嶺古道 這條路線的重要節點就是 今天在場的大京農場 還有檢家鴻那裡 這條路線 那最後大家會繪師在芙蓉 在草嶺古道上 很棒吧 讓國際有人可以看到完全不同樣貌的 那也會去走張之西路或者山海眷 那其實台灣有非常非常多 步道的這樣的一個成果 這樣的軟實力跟路線 等待疫情退去 大家可以來 做一個小小的中整 其實這樣的一個長距離步道的夢想 全世界都有 因為 因為人在內在就有一個走向遠方 要實踐夢想 挑戰自我 或者超越自己的這樣的一個 內在的趨立 所以沒有人會 自限於就 就在一個小小的地方 如果有機會 大家都想要走出去 所以 所謂的千里之行使於足下 所以大家可以從這張圖上可以看到 其實全世界 從 我們不要講更久以前 像這個西班牙朝聖之路 可能是六世紀的時候 大家為了這個 尋求這個心靈的庇護 會有朝聖 像在日本 也有這個四國片路 熊野古道 都是為了 心靈的慰藉的這種朝聖 或者對聖者的這樣的一個禮境 走出來的路線 那 近百年 其實像 阿帕拉契山境 它是在1921年 美國的班頓麥凱 他提出來的一個構想 說 是不是能夠串聯一條 長距離步道 來進行這個環境 的這個保存 1921年到現在正好多少年 剛過100年 對吧 現在是2022年 2021年剛過 全世界有很多很多的 長距離步道 因為不同的夢想願景 而在不同的國家發生 剛剛講到加拿大的 步道系統 兩萬四千公里 太平洋 烏籍山境 泛歐GR的這個步道系統 像在這個非洲 也有這樣的一個 長距離步道 貝加爾湖 到處都有 連小小的麥里浩津都有 那在台灣也有 千里步道的路 現在有七條國家綠道 其實這樣的長距離步道的夢想 在各個地方 其實都在召喚不同的 圖步者 所以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 也是跟國際的這樣的一個 夢想的接軌 所以我們講說 從這裡到那裡 從台灣出發 跟世界的連結 我們可以從這樣的一個表 可以看到 所以 一開始跟大家說 今天大家會在這裡 我們 應該加了一個二陰二年 然後台灣的國家綠道的運動的發行 然後第四屆亞洲步道 大家會舉 而大家也成為 基隆步道學的一份子 從各位這裡出發 與世界連結 從步道作為一個 媒介 這件事我覺得是一件非常珍貴的 這樣的緣分 所以這也就是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從步道出發 與世界的連結的這樣一個夢想 最後 我就把這兩本書先介紹給大家 因為大家是來上步道學課 你們的指定書裡頭有沒有想到這個 指定閱讀的書單裡頭好像有介紹 其實有很多條手作步道的故事都在這兩本書裡 大家可以去圖書館界 或者到伯克萊去買 現在好像是七九折 或者可以傳閱 有人已經有了嗎 還沒有 有你有了 你看了 好看嗎 好 OK 加油 好 那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因為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留給大家問問題 我看一下有沒有時間再看一個片子 那我等一下也要出一個作業對不對 步道學就是要寫作業 才知道大家有沒有認真聽 但不是考試 其實今天作業很簡單 就是剛剛講到這十六年來 我們有四個階段的歷程跟發展 還有我們在投入步道推動的工作上 大家對哪一項的 推動的工作 覺得 最有印象 最感動 或最 最有興趣 我剛剛講的我們做那麼多事 我剛剛幫大家回顧 譬如說串聯路網 推動台灣步道日 做撲面調查 有各式各樣對不對 一直到最 最靠近是串聯國家律道 做國際交流 大家對 遷移不到這十六年來的各項工作裡頭 你對哪一項工作 你最印象深刻 而且你最有感 那為什麼你對那項工作 是特別感興趣 或者感動 或者 如果有機會你會願意參與的 是哪一項 如果你說我有三項都很想參加 也可以 你可以想三項 就是 這是今天的功課 知道嗎 大家也不用寫多 三五百字就可以 要不然用畫的嗎 寫的嗎 寫的吧 要不然大家報告 分享 三百字會不會太多 三五百字這樣好嗎 如果你想要寫兩千字 我們也不會反對 我們還是會認真看的 好 今天下課前 給大家分享最後一支影片 這是要跟大家傳達的就是 一條友善環境的步道 不只是 給這些徒步者使用 其實 大家共享這塊土地的 動植物 尤其 就在我們身邊的這些小動物們 哺乳類動物 鳥類 他們也會同樣的來 來使用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自己的一點努力 這條步道如果鋪成水泥 我想這些動物他不會這麼自在的在這裡 成為他的家園 那這個影片呢 是我們在 剛剛說的崩山坑古道 用兩年的時間 架設自動相機 因為我們也想記錄 一條自然的 鋪面的步道 到底在 有哪些 哪些生命在使用 所以 簡單的看的方式是這樣 大家一面看 這有四個區段 這是早上六點 十二點 下午六點 半夜 十二點 所以你可以再用這個時間軸 我看得出 不同的時段 哪些 人 哪些動物 生命在使用 然後這是他的學名 然後這下面是我們錄的時間 有人 就是 艾山坑古道在新北 雙溪 所以我剛剛說那個書裡的第一片就推到崩山坑古道 就是崩山坑古道這樣拍下來 沒有這也是 就剛剛說用三年三十場以上的手作步道修復的步道 沒有一吋水泥 全部都是 志工來維護的 好 好 中文字幕——YK 这是要跟大家传达的就是 一条友善环境的步道 不只是给这些徒步者使用 其实大家共享这块土地的动植物 尤其就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小动物们 哺乳类动物 鸟类 他们也会同样的来使用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自己的一点努力 这条步道如果铺成水泥 我想这些动物它不会这么自在的在这里 成为它的家园 那这个影片是我们在 刚刚说的崩山坑古道 用两年的时间架设自动相机 因为我们也想记录 一条自然的铺面的步道 到底在有哪些生命在使用 所以简单的看的方式是这样 大家一面看 这有四个区段 这是早上六点 十二点 下午六点 半夜十二点 所以你可以再用这个时间轴 看得出不同的时段 哪些动物生命在使用 这是它的学名 好 这上面是我们录的时间 就刚刚说用三年三十场以上的手足步道修复的步道 没有一寸水泥 全部都是志工来维护的 然后步道的两端都是聚落 农家就在附近 所以它不是很深山 从太平国小走过去大概只要十五分钟就会到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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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啊 对啊 我的那个 現在他照不到你啊 你要深測到這個紅色的這個紅外表 這樣子他才有 哦 這個 你要這樣子 呃 呃 因為我剛剛說他是離太平分校很近嘛 那這個太平分校他閒置很久 那現在這幾年是由親子共學團 他們作為那個學習基地 所以他們也成立了一個淡蘭義工隊 就是親子共學團的淡蘭義工隊 就以公山坑古道作為他們 平常會學習觀察的一條步道 所以小朋友因為 哇你看實現嗎 所以小朋友常常會去步道上 所以他們對那個自動相機也覺得很感興趣這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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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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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路边会看到一个洞 穿山甲 对 上路 上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命非常精彩 只要我们把环境照顾得好的话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辛苦大家了 好 下礼拜 好 下礼拜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